Zenfone 4的PM來正常 好 大家好 我是方老師 那 我是那個Zenfone 4 這支手機的PM 那Zenfone 4 哈囉 大家好 那個 不好意思 Zenfone 4是我們主系 主系列的 主代的系列 要提到這支手機 我就不得不提到我們上一支Zenfone 3 那 大家對Zenfone 3的印象是什麼 其實主代系列 從以前我們過去Zenfone 1、Zenfone 2 其實他說實話 以前是在可能大概五六千塊這個價位帶的手機 那到Zenfone 3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們把主代的定位把它提升了 那即便我們提升可能到萬元左右的這個價位帶 但是大家對這支手機 平價我相信 大家看到網路上的評價都還在正面的 主代系列呢 其實 大家在網路上聽到主要哪幾個特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在網路上看到被主代的評價 我們都只要孔流而已 我們都只要孔流 你說四代的對不對 對啊 好 那我講一下三代 我們認為啦 我們在網路上 或是我們在市場上 我們聽到主要回歸的聲音是 你在萬元這個手機 很少能夠找到 像我們這樣子玻璃啊 然後金屬啊 然後這種質感 第一個 大家比較 絕對比較好看 再來也是在質感方面 第二件事情是在拍照品質方面 所以你看網路上PTT 在講說 萬元以下 萬元左右 可以加拍照 手機會是哪一個 其實很多人都推這一次 那說實話 你去看這個價位帶的手機 很少人 能夠像我們用到 Sony IMF1298這個等級 的Sensor 再加上OIS 可能再加上LASER 再加上RGB 再加上什麼 事實上在這個 系列的手機 這個等級的手機 我們在三代的時候 已經奠定了它一定的地位 就是說萬元手機 我們用了很好的料塞進去 所以大家很 很對我們攝影這部分 其實在這個 這一個segment 是非常的 讚賞的 那第三個 大家這個是用S625 那S625的話 其實大家對大家印象是比較省電 所以大家一拿到三代 跟以前我們其他手機比起來 或是其他家廠商比起來 大家可以發現 14奈米的S625 其實它省電非常好 所以 為了延續 三代的這三個特色 第一個 外型的質感 第二個 是它照相的品質 第三個 是它的省電 所以我們四代就會follow這一個主軸 繼續去做延伸 所以我們四代 第一個我要講 攝影的品質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Zenon4系列的主軸 有嘛 We love photo 那這個其實在我們內部的 討論產品開發的過程 有經過很激烈的辯論 因為你也看到三星S7 不是S7 三星的A7 它可能用雙16枚 OPPO R11 它可能號稱是雙20枚 看起來好像很吸引人 那我們這次Zenon4是12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內部有一個拉鋸 就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主推攝影品質的這個手機 我們到底是要去主推 數位的那個像素把它拉高 還是說我們要把攝影的這個品質 跟體驗把它度到最好 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做拉鋸 那最後我們在主代這個系列 我們選擇是體驗這一塊 我們在以前是用了超過這個等級 所使用的相機鏡頭 那這一次我們更進一步 我們這次使用的主鏡頭 是IMS362 那這個鏡頭的等級是什麼 其實你看 如果DXO你們有去看它那個評分標準 Top5的那幾隻手機 HTC EU11 Samsung S8 Google Pixel 這幾隻其實都是IMS362 就是1.4μm的這個Sensor 所以我們把人家2萬多塊 矽箭機 2萬塊左右 2萬多 2萬3 這個矽箭機的Sensor 我們把用到我們Mainstream 萬元左右 那詳細售價到時候可以 等17號的時候大家可以看 但是 我們把矽箭機的Sensor 我們把它放到Mainstream上 我們用超越這個等級的相機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要符合 我們Mainstream的最佳 照相攝影手機 Mainstream系列的這個名聲 所以 第一個 相機最重要 好 那相機呢 除了我們用了IMS362這個Sensor以外 我們還做了什麼 我們用了大光圈 我們用了耳機皮 這些我們都把它塞進去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要提到的是 剛剛說的外型的質感 那我一樣要拿它跟ZenFone 3來做個比較 ZenFone 3 雙面玻璃 然後 然後 金屬邊框 這個質感設計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在 四代的時候還是延續著類似的設計 但是我們在一些地方進一步的提升 有哪些地方 如果大家手上有機器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 ZenFone 3大家 其實對它外型大致來講是算滿意的 但是有一點大家可能比較有一點疑慮 就是它後面的是鏡頭 因為我們鏡頭用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Sensor比較大 所以它後面的局凸是比較多的 所以 之前我們有聽到一些消費者反應說 它這邊有一點局凸比較可惜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新一代的 雖然我們用了 那個362這麼更大顆的 更好的這個Sensor 但是我們後面的背蓋是全屏的 我們把它完全的包覆到我們的 那個後面的玻璃底下 那外面呢 另外我們也把指紋變成一道前面 所以後面呢 整個背蓋其實是非常乾淨 非常簡潔的 這是第一點我們做的 好 第二件事情差異是 大家如果有開機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旁邊這個order的部分 手邊如果有三代的機器 你去相比較 你可以發現我們這次的窄邊框 窄邊框做得更幾次 我們這次窄邊框做到1.75 這個是比上一代還要少很多 所以你在整個視覺上 握起來的感覺 其實是比三代好很多 第三點 我們上一代的金屬邊框 跟這一代有什麼差別 這一次我們是用NMP的技術 所以它是直接把塑膠注塑到 金屬的奈米孔上面 把它結合起來在一起去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是沒有前框的設計 以前是拆件有前框 這次是整個塑膠跟金屬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去仔細看它這個邊緣 它其實是零GAP的 它其實是質感精細度都是比前一代好非常多 所以外型上來講 我們延續了雙面玻璃加金屬邊框的設計 但是變得更更精緻一點 第三點它提到的是CPU 就是我們上一代S625 廣受好評很省電14奈米 這一次我們一樣14奈米製程 但是是擴槓最新的SDN630660 它在14奈米省電的情況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但效能可能提升了20%到50% 所以更好的效能 但是比較一樣的省電 就是我們在CPU補充 所以三大重點 外型、相機跟CPU 好那接下來我先大概提了三個賣點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同影片 好第一點就是我們機身也是7.7mm 然後2.5D的玻璃 然後我們這次推出了三個顏色 除了星空黑 其實它是有點帶一點藍色的星空黑 月光、百步、和綠 這是我們顏色的部分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們的亮度 就是提升到600Nits 所以你在大太陽底下其實你看到的狀況不會 像以前比較舊的熟悉 可能會聽不清楚的狀況 好那這是後面的鏡頭配置 好大家可以注意到 OK我們這次雖然把Laser移除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導入了多有PD 等一下會介紹多有PD是什麼 我們其實實測我們的 呃對焦速度其實比上大還要快 就是這是差不多的等級 好所以我們這是 這是依然有OIS 我們有1200萬的主鏡頭 800萬的選鏡頭 好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主要配置 那相關的技術我等一下在後面會做介紹 好第一個我要講的是更大的光圈 我們過去的光圈是配2.0 這次我們提升到1.8 所以大概會有2、30%的提升 亮度的提升它進光量變多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們的Pixel size變大 所以代表你每一個像素可以分到的光線變多了 那你知道光線其實跟面積成正比嗎 那以前我們 譬如說Sansion A7 這個大概Sansion A7它是1.0μm 那這個1.22等級大概是華為P10大概是等的等級 它大概1.25 那我們這一次是用跟Sansion A8同樣等級1.4μm 那這個是指你每一個Sansion Pixel的寬度 那你面積當然是寬度平方 所以你為什麼說這個是這個96% 因為1乘1等1 1.4乘1.4其實就更好20更好2 所以它大概是它的接近兩倍的水準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那個感光度提升 因為你每一個Pixel你可以收到的光線就更多了 多兩倍 所以它的雜訊啊什麼就可以變差 這是Pixel的部分 那所以這是我們在低光園形態的比較 好 那我剛剛這邊我想要再補充一點 我們在低光園拍攝的那種拍子 還有OIS 那OIS其實它光圈大就是你進光量大嘛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提升自然光線的進光 就是OIS 它有四起方式 我真的會代表你有16倍的更慢的快門時間 所以你的受光量時間持續的更久 你也可以收到更多的光線 所以更大的光圈更久的快門也就是OIS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更大的那個受光面積 每個Pixel更大的受光面積 這三點造成我們 在弱光模式或夜拍模式的感光度可以更高 好 那再來要講的是 相機的部分我們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我們導入的第二顆鏡頭 傳統的手機它是定焦鏡頭 大概是標準鏡頭 大概是全幅相機的28mm左右 所以你一般的手機 你拍出來大概是固定的主題 大概可以涵蓋你70% 80%的這一主題 你拍人拍景大部分的情況可以應付 但是我們這一次 ZenFone 4系列 全系列我們導入雙鏡頭手機 那包含剛剛LC裡面介紹它的Telephoto 你可以再cover到更遠 就是更遠的特寫 那在ZenFone 4我們選擇另外一條路 我們選擇廣角拍攝 那我們認為這個廣角拍攝有什麼好處 它有幾個場景的應用 你可能是一般鏡頭沒辦法達到的 第一個大家其實也想到是這種風景照 大景你想要把大山大海包進來 第二個雄偉的建築 因為你比如說你站在一個雄偉的建築物前面 你如果出國去玩 你去巴塞隆那 你去義大利哪邊 你要拍雄偉的建築你在那邊拍 你可能怎麼拍都會被卡到 那你如果用我們這個廣角鏡頭的話 它其實可以把整個畫面還蓋進去 我們這次有多廣 120度廣角 120度呢 我們相當於單眼全幅相機的12mm 那這邊應該相信這些玩 你們這些玩家應該都有在碰單眼相機 一般廣角 超廣角 16到35 14到20 這個已經是很廣了 但是我們這一次其實直接內建了12mm 這種超廣角的鏡頭 所以你出國你如果真的不想要帶那麼重的東西 你只是想要輕輕鬆鬆的玩 那以前可能有些場合你就只能二玩 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拍進去 那現在我們直接內建了兩顆鏡頭 它直接你看這個後面 其實它很漂亮 它並不會讓你造成外型看起來變得很恐怖 那你出國的時候 或是你出去玩的時候 各種場合可以拍 那除了大景 除了建築以外 它還有什麼用途 你室內的時候 你距離不夠遠 你平常可能要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你才能辦法所有人拍進去 那現在距離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透過廣角 你就可以拍合照 拍什麼都可以 那甚至你也可以透過我們廣角鏡頭 做一些變化 有些人廣角鏡頭以前 如果有人在玩的 可能知道有什麼應用 你可能拍 拍你的朋友 然後他的那個腿 可能可以把它拍得比較長 什麼 只有廣角的特效 其實你應用的話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這次的ZenFone 4 我們的相機 除了提供了更好的主鏡頭拍攝品質 最好的月拍功能 我們加入了第二顆的鏡頭 讓你有更多的拍攝可能 那這個畫面也是大概秀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用標準鏡頭 跟廣角鏡頭拍攝的差異 好這個是大概再提一下 我們相機的差別 好 那再來我要提到PDF 去年的時候我們有跟大家講 我們是Tritech 那它這個裡面其中又是PDF 但是我們今年的PDF跟去年 有什麼不一樣 或是跟其他廠牌有什麼不一樣 傳統的PDF 它是大概你所有的像素裡面 大概只有買1%的像素 有PDF的那個對焦功能 1%是大概1000萬畫素裡面 大概只有10萬個畫素有PDF 所以它那個密度是比較低的 那當然後面有大概1.5代或2代 它可能可以提升到3% 但是這個還是很少 那我們這一次採用的是叫Duo PD Duo PD就是你每一個像素 它都有兩個左右兩個 讓你去偵測PDF的功能 所以我們總共1200萬畫素的Sensor 我總共有2400萬個 實際的Sensor的Pixel unit 所以這一次我們是Duo PD 所以它整個對焦的速度 是有大幅提升的 好這邊 是大概介紹一下PDF是怎麼相向的 所以你左右兩點你現在光線的 目標屋到你的Sensor 它的距離有一點點不同 那一點點不同就會有相位不同 相位不同偵測這不同的相位 你就可以去偵測到 你目標屋的距離是多少 那傳統的那個我們叫做 傳統的叫做對比對焦 對比對焦是什麼 是去偵測你的對焦 你是慢慢慢慢移動的Lens 你慢慢慢慢偵測你那個最高最高的 對比是在哪邊 比如說你這個邊緣 黑白之間有邊緣 你慢慢移動它慢慢偵測 然後來回移動鏡片 你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然後後來走過頭了 因為它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最高 它發現它掉下來然後再回頭 所以它會來回來回去 去尋找那個正確對焦的位置 但是PDF是什麼 你是直接偵測光線 你直接知道目標問題在哪裡 它直接透過後面的Library的計算 直接把你的Lens移動到正確的位置 刷就過去了 所以它不用來回的去尋找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對焦速度 可以快很多的原因 好 再來 OS 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有安全快門嘛 所以你一般的話 你如果在比較暗的環境之下 你為了要比較多的進光量 你可能快門要慢一點 那你太慢的話 你用手持可能就會有手震的狀況 那 OS是什麼 技術 OS是它會去 移動你的晶片 然後呢 讓你的 畫面可以穩定下來 讓你在比較慢的快門 也不容易產生手震 那我們跟其他廠商的差別是什麼 一般的廠商它的 OS的標準規範可能只有 我們知道OS它有幾個方向嘛 它有 XY 這個方向的防手震 它有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那 以這兩個方向而言 一般廠商可能是0.4度 它就 FUN PASS 那我們的 測試標準其實到0.7度 所以 我們防手震的 這 呃 效果其實是 比其他廠商還要再嚴格 好 這邊也是大概講一下防手震 然後EIS 這個去年有 如果簡單的介紹就可以了 謝謝 好 那我們一樣有支援4K的 那個 錄影 那這是我們的硬體規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 事實上 我們有 6600跟630兩種選項 就是我們這一次 剛好有 同樣的一份後系列 我們有 比較高的等級 跟比較低的等級 那比較入門款的話 是630 比較高的等級是660 好 會嗎 好 這是我們的電池部分 這個我們大概看過去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電源的部分我要提一下 去年的電風3 呃 這支手機 我們差不多的體積之前是3000mAh嘛 那今年我們提升了10% 我們在差不多的體積之間 我們塞了3300mAh的電池進去 所以 電池容量提升10% 那 再來就是我們有支援15W的快速充電 那 這個15W是因為受限於我們那個電池的設計 那 事實上 除了我們 內建的elanker之外 我們如果630sq我們是配10W 660sq我們就是配18W的 那18W因為我們最後是電池的設計所以最後是15W 那如剛IOS所提到 因為我們 符合PD3.0的標準 所以你如果去買其他什麼 比如說Matebook的Nel Type-C充電器 要用什麼 只要符合PD3.0 它是USB協會的一個規範 只要符合那個的 我們就可以充到15W 就是它如果符合那個規範 然後它瓦碩超過15W 我們就可以用15W來 瓦來充電 所以以前過去因為安全問題 因為以前高通的那個標準 它沒有一致的標準 所以我們為了保護消費者 我們會去鎖 如果不是我們家的 這個Adempt它會 快充鎖定 充電會鎖定在5W 為了安全 因為以前的標準比較混亂 但是 現在UAP之前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規範 叫PD3.0 那現在只要符合這個規範的 我們都可以拿來做 比較快速的充電 好 那再來網路速度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SQ 630跟666 630是PAT2CA 660是3CA 所以這次在Matebook的訊系列 我們也提供了3CA的選擇 那可以打到PAT123 為什麼講PAT123 因為其實PAT12是比PAT13塊 但是我們想說 怕有些人誤會語言 12比較弱 所以我們把12、13都把它寫上去 其實 我們這次可以打到PAT12 如果在630 660這個SQ 可以打到600Mbps的下載速度 好 那剛剛有人問 我們有沒有支援NMC 有 然後我們也可以支援Android PAT 所以這次不管660 或630SQ 我們都把NMC也把它塞進去 好 優卡 優卡的話 那個是另外一個認證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是 以Android PAT為主 所以優卡不行 優卡現在應該沒有嘛 我就認證 其實優卡的測試規範 有一點混亂 公司還在跟他的 因為GOX 大家可以看到 公車、新舊跟捷運 他的GOX機其實裡面的東西 自己都沒有統一的完成 公司還在跟他們討論 怎麼樣才可以 你加速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基本上 支援這個人 只是相容性的問題 那大家 比較新的東西 應該是特殊 那不是新嗎 只是因為 還是有這種想法 在官方 為了保險 所以你想要做過 過多的水 我們之前吃過虧 呵呵 好 開一個是要講到 升旋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這次有支援 HIRES OLIO 那 比較特別是 我們這次RECEVER 放的比較大顆 所以我們現在有立體聲 前面的立體聲播放的效果 那另外 我們也有支援DTS 就是去年在 LandFone 3 Ultra 就是主打 娛樂影音的那支手機 他有支援DTS LandFone S 跟DTS HD 那今年 在我們 LandFone 4 LandFone Pro 跟等一下 你們可能會聽到 COP Pro 其實我們都有導入 這個技術 好 那這個是我們 NandFone Pro 的產品規格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可能如果要降噪耳機的話 只能可以去買那個BOSS或什麼 都會話題的 對 那個7HN 已經有沒有附到3.0規格 沒有 我們這次還是用 傳統 其實跟USB 2.0 是差不多的 部分 但是他可以享受 跟他可以正反面差 的這個效果 對 好 那現在還有什麼 其他提供 有問題 趕快問囉 不要人跑 才問囉 那個 快充 就是說 你不要用3D 他又一隻快充種嘛 這一次有說的話 對 你要用A數次元常速的 剛才有提到 就是我們除了A數次元常速的 你如果是66SQ 有-18W的adapt 他可以用15W的速度充電 但是呢 如果你用其他 符合PT3.0 的 用PT3 因為QT4.0 一定符合PT3.0 那PT3.0 是USB協會的一個規範 只要符合 PT3.0 的規範 他瓦數只要用幾W 那我們最多最多 可以到15W 就比如說你是 那會顯示那個畫面 對 那會顯示 對對對 所以就是 QC4.0 一定符合PT3.0 PT3.0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規範 對 那2.0呢 2.0就是8W QC2.0嗎 沒有 QC2.0不符合PT3.0 所以我們就 那邊我們就把他鎖 如果會怕皮套 我們就把他鎖 鎖到華碩 那之前三代的那一顆 怎麼可以用 三代 我先用金牛 Talos嗎 他有嘴邊附的那一顆 3.0 我們自己的可以啊 因為只要華碩的 我們有去辨認 他就可以用到比較好的華碩 去使用 對 我想問一下拍照的時候啊 因為以前這夢章是 Auto的時候 按左上可以調整一些 ISO 或一些EV值之類的 對 我們現在把這個功能 把它鎖到Pro Mode裡面 全部都鎖到Pro Mode裡面 對 因為我們認為 因為我們去統計過使用這個功能的使用者 其實大部分人都 不太使用 你自己手工設定 他手工設定 我把它留在Pro Mode 所以真的有需要去做調整的 其實你只要按Pro Mode 它裡面可以讓你調白平衡 調ISO 調快檬 直接都可以調 所以變成我Auto模式的時候 要調EV的時候 就是要按照這個這樣子 對 到Pro Mode裡面 我們這次的設計邏輯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手工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次其實是讓整個UI變得更精簡 讓它更friendly 給大家使用 現在我們 你可以看到畫面其實比以前更簡潔 那我們有幾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是你方向有切換的話 你會發成可以直接切換 第二個是我們以前的那個模式可能按左下角 現在我們把模式變成左滑變模式 右滑變成是特效 那另外可以看到上面這一排 上面這一排的話是 我們把最常用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你想要景深功能啊 你要調整畫面比例啊 你要倒數製判 比較常用的把它放在上面 那我們把最常最常使用的東西保留下來 比如說你也可以看到我們Mode這次剩8個 用去使用統計的時候 有些那種使用率可能1%0.5% 那種太低的使用率我們把它精簡 因為以前我們看到很多消費者的回饋是說 我覺得我們的界面比較複雜 所以這次我們做了一個精簡的動作 那真正比較需要玩家想要使用功能 其實我們集中在Promo裡面 那我們Promo其實剛剛Yoshi那個同一篇有提到 其實我們有32秒長曝光 這件事情是其他廠商打不到了 其他廠商應該了不起 30秒 有到30秒嗎 我看很多都只有一兩秒 好 可能遊戲有到30秒 但我們這邊的Promo其實 我們是蠻有自信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懂攝影院的設定的人 在我們Promo可以搭配腳架 像你看你有帶腳架嗎 其實可以拍出很多畫面 你在夜拍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用ISOE把ISO50來拍照 對 其實這個是很好用的功能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我們 我剛剛在拍同一個場景的時候 發現是 Zenfone 3 跟 Zenfone 4 比是有差一些些 可是跟 Zenfone 4 Pro 比 Zenfone 4 Pro 的顏色 會自然很多 我講一下 Zenfone 4 Pro 跟 Zenfone 4 的相機系統 有哪些主要的差異 在後鏡頭的主鏡頭部分 最大的差異 當然它公圈比我們多一些 我們是1.83 1.7 但是最主要的差異 Zenfone 4 Pro 它多塞了一個 叫 Super Pixel Engine 的 PISP 進去 所以它在後處理的影像提升跟計算的部分 它是 Zenfone 4 還要好的 那它在這顆ISP 還有什麼好處 它在夜拍的時候 如果你去夜市啊 有很多那個什麼 比如說有那個鼻紅燈啊 還是什麼廣告看板啊 一般的手機 如果沒有這個 PISP 比較容易過曝 那我們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Lola HP 透過這個 PISP 它可以把它壓制回去 然後即時運算出 在低光源環境的 HDR 所以這個是 Zenfone 4 Pro 比 Zenfone 4好的地方 它當然它比較頂級嘛 所以它一定會有 比 Zenfone 4好的地方 那這是主要的差異 那第二顆鏡頭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網角跟望遠的差異 那 Zenfone 4 Pro 還有什麼 跟我們有什麼差異 同樣的是 8mei前鏡頭 但是它的前鏡頭呢 是跟 362 同樣等於 1.4μm的大Pi size的鏡頭 然後再來呢 它的前鏡頭 還支援 Auto Focus 所以這個也是 Zenfone 4 Pro 跟 Zenfone 4的差異之一 這是我們相機系統 然後當然它 我們又再加 Laser Focus 進去 我們這邊 在這一代是沒有的 這樣子 像我比較想要 Zenfone 4 Pro 可是不想要 想要公角性的 那這個的話 那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望遠對我來說 真的沒什麼用的東西 我們其實之前的調查 大概這個需求大概一半一半 那我們其實等 但一半一半 這個是我們簡單的問 但我們實際覺得 比較準確還是等上市之後 看實際的大家的消費的聲音 我們會根據實際的市場狀況去調整 我們後面的產品設計策略 謝謝 為什麼我現在在測試 我覺得 Zenfone 4對焦速度 好像比Zenfone 4 Pro快 對焦速度 對焦速度 照理說應該是Zenfone 4 Pro快一點 尤其你在 現在這塊 因為有時候可能 當下條件可能有一些些微差 或是它 現在Stage 可能還比較 可能還有一些近板在後面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 以我們現在的Design來講 Zenfone 4 Pro 在幾個場合可能會比較強 比較暗的環境 像你現在室內 我認為有 雷射的對焦的 通常會比較好 因為PDF是認光 它雷射focus自己打光 去像Sena一樣去做反射 所以它在夜拍 比較 落光環境的時候 Zenfone 4 Pro的對焦速度 照理會快一點 它的運算速度也比較快一點 所以照理說 它的對焦速度 會比Zenfone 4還好 這是理論值 那你實際上 我們可能要分析一下 有什麼狀況 比如說它的近板還沒近 或什麼 這都會有問題 對 大家有什麼其他疑問 我們決定要把雷射拿掉 所以我們跟S70差不多Label 所以我們那時候 決定把那個 雷射拿掉 因為我們之前是靠雷射輔助來加快 那當時的設計 我沒有去記詳細的數字 但是 我們確實是比三代 如果沒有雷射的情況還要大比 這個是 這是我們所穿空的BDF 一代BDF 跟Duo BDF的差別 給我補充一下好了 剛剛講到Duo BDF跟Lake 都很厲害 因為 那個我們的 因為 我們這一次Pro用的是望遠 然後望遠的第二顆鏡頭 是IMS32 因為它這一顆沒有Duo BDF 因此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在運用到這一顆的時候 這一顆的時候 我們會更加利用雷射的功能 這才是主機 但是我們用36V 也就是主鏡頭 希望其實我們用Duo BDF就非常的足夠 我們跟他都講 那些往下的就是 我想問一下那個 綠色是什麼時候會上市 綠色不會在第一波 但是我們 現在正在趕貨當中 會有什麼限量 我們每年一定會有一些限量的款 所以大家可以 搶購一下 我們通常都會有主色 就是常態性販售的顏色 那去年我們有粉紅色限量 有那個補水藍限量 那 其實我們每年大概都會有這樣的特殊色 可能會用限量的方式來 來販售 對 我現場回饋一下 綠鏡 是 這樣改是不錯 因為我之前有P過 然後 過 大概看一看 大概就是 淡化跟黑白還不錯 有其他的顏色就 有點怪怪的 我自己覺得 淡化還滿不錯 淡化不錯 OK 好 謝謝 還有防水等 防水等我們 因為你知道其他廠商 宣稱防水的最後都死得很慘 所以我們不會對外宣稱任何關於防水的東西 對 這件事情有很多的 你宣稱防水這件事情很危險 所以無論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都目前不打算對外宣稱任何關於防水的效果 對 我們現在這個卡 一樣是三選二很強 三選二沒錯 那另外介面的部分 可以三百個有什麼 人生 哪邊有 他會自己去做 喔 他寫錯了 我們再改一下 我們是泰克斯伊隊 我們看他自己主角 欸 欸 他上次來了 他上次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盡量幫大家解答 如果我知道 你這樣子講過 所以 那個ROOM系列又直接變Pro 嗯 Zenmung ROOM的系列又直接變Pro ROOM ROOM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系列 它是介於三代跟四代之間 一個分支 那 你說它是不是變Pro 其實它定位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到 4 Pro的整個質感跟整個平台 都是不同等級的 所以它跟Pro是不同等級的 不同的系列 可是我感覺就是Pro 又是優化版的ROOM 呃 它最大的相似之處在於 它都是一個Iman 362 配一個Telly的那個 第二顆鏡頭 但是它相似之處 其他的地方我認為沒有 沒有太大的相似的地方 對 只有相機系統看起來類似 這樣子 ROOM那個電池很厲害 你說ROOM對不對 對啊 電池非常厲害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ROOM為什麼可以電池那麼厲害 還有一個原因 除了它稍微透過一點點以外 它是用金屬機身 也會讓我們電池可以 有比較多的空間 因為玻璃我們為了要這個質感 啊 剛剛沒有跟大家介紹到 我們這次的4 Pro 你如果看它那個圓弧的弧角 其實是比3還要更圓潤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加厚了玻璃的厚度 那你那個消弧的時候 視覺上 看起來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回答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就是我們可以電池比較大 因為它金屬的話 它金屬的厚度比較薄 它玻璃比較厚 所以我就多一點空間可以給電池 對 我不想 那個 我在摸這一支的時候 我發現它金屬還是有一點空間 只是因為它是Sentro的 你是說有一點的嗎 就是你外貨它還是有一點空間 好這個我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過我們是 塑膠跟金屬直接 直接結合在一起在一起消 這個你大概使用一個禮拜之後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平順 對 因為它可能你那個是Sentro 所以它有一點毛邊 對 但是那個東西 因為毛邊的東西是軟 塑膠是軟的 所以你用一陣子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滑順 好 那這個是可能有些Sentro 它在這邊比較有一些問題 我就不信你不會買套館 蛤? 沒有我跟他說 我就不信他不會買套館 這一次我再跟大家 好